会看到有这一笔记录存在 那接下来的话 我希望可以把什么 不是只有一笔 我希望从这一笔 一直到最下面一笔 这边所有的资料 通通帮我 搬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怎么做 基本上原则上也是一样 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这个表单 一个新增 感受键按住 把这个改成叫做 新增全部 就是把这个 多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 叫新增全部 名称的话叫 B4 这样应该很简单 反正以后就一直往下增加 如果你要增加新的功能 反正就类似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不需要 你把它删掉 大概就是这样 OK 接下来的话 直接在这个地方 点两下 就会出现一个B4 click的事件 然后呢 做什么事呢 就是要把它全部 通通 新增到那个资料库里面去 那实际上一笔可以的话 那实际上一笔可以的话 其实多笔应该也没问题 只是说你要跑一个回圈 有没有 那那个回圈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你要想到回圈范围 所以这个做法跟前面也类似 回圈的范围 应该是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的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 怎么来做会比较简单呢 其实先把回圈范围写出来好了 比如说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三列 一直到第几列呢 第十八列 不过这个第十八列可能会变动 所以怎么办呢 用侦测的比较快 侦测刚好有写过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B3的这个拿来用 借用一下 按Ctrl键 就是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Enter两下 NAS 好 回圈写好了 那我已经知道 那再来就是说 怎么把单笔变多笔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这边底下的这部分Ctrl C 一下 把它拿来借用 那怎么借用比较好呢 其实就这个地方的话 原则上呢 其实只要把这个A B C D 这个搬到中间来 应该整个搬过来 整个搬过来 搬到for net的中间 然后这边把它按Tab键 说牌一下 表示说在I列的时候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不是R 对不对 请你把R改成什么 改成I部就好了 好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把它 它会第一个会先抓到的是第三列 所以他会把什么呢 第三列的资料 第三列的资料 放在A B C D 再call 有没有 call底下的东西 一样就是call这个 因为他会呼叫他 把资料传过去 再新增 新增完之后又回来了 再来 这个I本来是第三 再变第四 第五 OK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如果要把单笔 变成多笔的话 其实只要把回圈写完 然后把R改成I 好像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理论上是这样 我确定一下 那基本上我写好的东西在B4里面 看一下B4 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说我这边把它独立出一个变数 所以那其他都一样 OK 最后是Matchbox全部新增 最后的话删掉旧的资料 那怎么删旧资料最快 其实只要怎么样呢 给它一个range 哪个range呢 从B3 从B3 一直到哪一个呢 到F的最下面一列 把它怎么样呢 删除 Deleter 类似这样这样 那在那个VBA的叙数 基本上呢 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行 这个 就B3到F 那F我不知道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个 所以我可以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R 所以其实为什么这边有一个R 基本上就是 先抓到最下面一列 再把它丢给它 所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就像我刚刚是写这样 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什么 独立出来 这个可以把它改成一个R 第R列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把它搬加 搬到这边来 那这边呢 改成R 也就是先知道 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丢给这个变数 然后呢 再丢给它 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最后呢 资料 全部 全部 这边改一个全部 OK 然后 最后的话 删除旧资料 删除旧资料的话 就这一行 把它直接放到这个 OK 那删除 这边就要 第一个一定是Range B3到F的什么呢 最下面一列我不知道 你可以串接一个R 它就会告诉你说 假如是18的话 它就把这个18丢过来 就是变成F18 后面的话呢 删除旧资料就是 怎么样 点Clear 当然你可以打一个Clear Clear Clear 这边会出现什么 Clear Content 内容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吧 不过我建议就是说 你在这个动作删掉之后 它不可逆 所以最好 如果你要做练习的话 先确定一下 这个先把它复制一个好了 复制再来做好了 按Ctrl键 移过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删掉 如果你旧的资料不见 那等于到时候 你要再练习 就没办法练习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复制一个 让我们来试一下 那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 我建议你们 在这个地方 还是设一个中断点好了 在哪边 在这边好了 这个Core Core这边好了 一样 设个中断 这边也设个中断点 删除之前设中断点 好 那我们一样执行它 然后按一下全部新增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全部新增 这个地方有设中断点 我先确定一下 这个I现在等于三嘛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阳XX 然后它的身高体重相关的资料 都会出来 就这些 然后把这些资料呢 看看里面有没有资料 如果都有资料 那表示没问题 传给谁呢 传给利用ADO新增资料 把它传过去 那就应该没问题 新增一笔 再换下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全部刨 这个中断点可以先拿掉 全部新增过去了 好 再来的话呢 它会出现全部 全部资料新增成功 按确定 再来我停在这边 对不对 把它执行 按F8好了 你会发现 清除 那R的话是多少 18 所以B3到F18 所以会把B3到F18 点ClearContents 就是清除掉 好 试一下 OK 按F8 清除掉 OK 然后结束 把中断点拿掉 最后的话呢 再到SS里面看一下 重新整理 本来四笔资料 那因为我新增到这个18-4吧 那就这些吧 反正3到18列的资料 全部看有没有呢 重新整理一下 诶 有了 有没有看到 这些 全部就过来了 OK 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系列的 这个 这个 那也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前端的人 他下班之前 通通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全部的资料都放在哪里 放在资料库里面 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会有个问题 衍生出来的问题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 路径有没有 就是你这个 哪一个呢 这个 利用ADO新增资料 那我们的Data Source 这边有个Data Source 有没有 等于什么 ListWorldbook.pass 也就是说 跟我放在一起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现在的资料库 是放在哪里呢 是放在 这个桌面上的 这个也是有的旁边 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你自己用OK啊 可是 如果别人用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 资料库 放在网方上面 有没有 然后你要告诉对方 就把那个Data Source 那个后面路径 改成网方的路径 别人就可以写进去了 不然的话别人没办法写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等一下会补充说明一下 如何放在网方 然后别人也可以存取 这样就完成了 一个系统就OK了 这个当然可以改写成很多地方 只要一个系统 是像进销存系统 前端或者客户新增系统 业务人员系统 反正通通可以这样做 这个只是一个范本 好 那这里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如何把全部的资料 通通都新增进去 那特别注意哦 重点就是只有 把一笔改成多笔 加个回圈而已啦 好 有没有 然后清除资料 其他好像没什么变动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 上面也都有 已经做好的程式嘛 好 所以你会发现B3变B4 它差异性不大 OK 而且用来用去 反正也都这些东西啦 好